嘿嘿我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西西里對上達羅皮托 這場對決是F1RE 這位是巴西的高手 應該有可能算是巴西最強 可以說是我稱他為巴西最強 這個是一個梗 大家不要太在意這個詞 是不是最強我不太清楚 好 然後來看一下西西里 西西里是紅色 稍微講西西里 西西里所有單位 額外傷害的傷害 會有一個減免效果 像弓兵吃戰寶的傷害會減免 還有騎兵吃長槍兵的傷害也會減免 大概減免33% 所以大家如果不會配兵的一個情況的話 西西里其實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他的薩金特威多也算是一個蠻無雙的單位 如果不太會去選擇混兵的玩家 西西里可能是會對你們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本身不需要太大的混兵 強行用經濟 暴力用經濟碾壓對手 也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西西里的話農田還有額外加強 農田量除了是一倍之多 再來就是他的農田還有這個村民 每身一個科技農田科技 採收量好會在額外再加1 所以這個農田的加成還算是不錯的 雖然我覺得破爛還是最好的 好那稍微來看他達魯皮圖 打魯皮圖的話 戰毛兵跟相公攻擊速度會加非常多 25% 再來就是每剩一個時代會加200木頭 那這200木頭是在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 這個之間來說是方丈我用的 因為封建時代如果你一升上去封建時代的時候 你可以馬上撒3片田 甚至4片田 那你在前期那麼早撒田的狀況下 可以幫助你上城堡時代更快一點 也沒什麼會斷村的一個問題 那你出肉馬也會相當簡單一點 那戰毛兵也比較容易按得出來 那再來提這個達魯皮圖的一個特殊能力 是他的這個 那個叫什麼鋼的 烏茲鋼 欸想起來了 什麼鋼的烏茲鋼 他的烏茲鋼可以讓騎兵 還有步兵 可以無視防禦力的一個傷害效果 算是非常厲害的一個能力 但是取的袋子 他是一個沒有騎兵的文明 所以沒有騎兵的話 他只用輕騎兵 然後輕騎兵也不能升級到什麼匈牙利騎兵 大洛馬是不行的 所以只有輕騎兵的一個傷害 那除此之外 他的騎兵也沒有三防 所以他算是一個捨棄防禦 把攻擊強化到一個極限的一個文明 那如果你選擇達魯皮圖的話 建議你可以玩玩看看相公 相公配這個輕騎兵 然後搭配無直槓的打法 那個效果也是一棒 再來就是這次的改版 有讓達魯皮圖新增火炮 所以可以新增多用一下火炮 來扭轉戰局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文明 兩邊文明的地圖 看起來是還可以的 達魯皮圖這邊裹圖在左邊 這個位置算是 不算難守 因為這邊這樣圍過來的話也可以的 那這邊的話通常都圍死 圍死圍死 沒什麼太的問題 那主要是這塊精靈探勢包 這樣子圍到底 然後用TC連防的方式 這樣圍個洞 留個洞在這裡 也是可以 達魯皮圖來說 有點算是小天圖 因為他的樹木都在 正方 讓他前方圍架 會消耗比較少的資源 跟村民進到時間去做防守 那省下的時間去採資源 然後做這個強化的動作 但是他的問題 這張地圖是 木頭沒有在後面的 所以如果說 對方已經已知他的地圖狀況的話 那有可能把這邊 各插個箭塔 插爆 三個木頭全部封鎖掉 他勢必要跑到右邊這裡挖木頭 他不太可能會跑到後面這邊來挖木頭 所以就是說 如果這一場 CC裡有發現這個問題點的話 這個 這個塔羅 他的特殊劍塔 就可以來做一個騷擾動作 好 那來看他這邊的換血 能不能換掉對方清奇兵啊 這個赤猴 誰死 哎呀達魯皮圖 倒地 達魯皮圖這裡沒有 沒有赤猴的視野 那這邊分數 CC可能瞬間反差 因為黑暗時代的視野分數是非常高的 所以你們看有一些 黑暗時代分數差距很多 當然就是有一個人在趕路 另外一個沒趕路 這個是比較直覺一點的 那你看到對手分數比較低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喔 對方會趕路 四個高手 細節有在顧的 那就要非常小心他的黑棒棒快狗 那達魯皮圖這邊確實打了一個黑棒棒 但是鹿的部分只趕了一隻鹿 並沒有把所有的鹿吃完 那之前天空熊也有跟我講 這個趕路其實最好要趕一隻喔 那你不一定要趕到兩隻 看你找羊的程度喔 如果羊還沒有遠去找完的話 那建議就趕一隻就好 那趕快去找出你的羊啊 還有你的地形 然後再去做一個決策 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有個timing點會很難打 因為你太晚出門的話 也不知道對手有沒有出門 然後這隻加地形也不好 所以相當危險 欸這邊兩個轉甲插身而過啊 三棒棒 兩邊都三棒棒開局了 那這邊達魯皮圖 沒有打算要升這個裝甲升級 那吸吸力則是有升喔 那吸吸力有升這個裝甲升級 那就會蠻壓力大的喔 好那這邊已經看到了 走了進來直接圍了起來 看起來這個圍法也不錯 那確實有保護到自己的重要經濟資源 那還從此下了這個射箭場 又來打這個裝甲復兵 結果這邊 達魯皮圖 由於自己的刺猴已經倒地了 找不到對手家在哪裡的樣子 好像只能盲拆 那看起來好像也要拆對位置 因為他是依照對手來的地方 然後去拆對手的位置 那這算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猜想 好那這邊棒棒看到村民 可以在追逛南村民 欸這邊直接圍一個木牆 圍得不錯 那這個木牆看起來也不會吧 好小弓走得出來 應該會先射這個刺猴 這個刺猴先射掉 再來一發 OK射掉了 好射掉之後還可以 好那這邊 欸大魯皮圖也升好了這個裝甲復兵 兩邊都投資了裝甲復兵的一個資源 看起來兩邊的隊員都還不錯 都是出小弓 都已經有準備好 所以能打到東西可能是有限的 那裝甲復兵這邊想要溜一下 結果沒溜到 直接回頭被發現 直接再讓這個小弓 控好 那尤其在這種前期的一個騷擾 這個要你要控前面 裝甲復兵要控經濟 然後又要控這個小弓 然後這個前期的這個操作已經就是拉滿了 所以我覺得四義帝國比星海爭霸比較難的地方 一個地方是在於 在於控兵這個多線控兵 操作非常困 而且還要控制要控經濟 因為其實星海爭霸的經濟是不太需要控的 你基本上只要 把那個採集點射好 去挖金晃跟瓦斯 射好就沒事了 但是四義帝國不同 你除了要控兵還要控 控經濟 造成你的手術需求量又更大了一點 雖然我覺得星海爭霸是比較需要手術的 當然四義帝國是還好 因為四義帝國比較可以靠經濟方面的一個觀念 還有一些觀念來加乘自己的一個能力 一個對決的一個想法 所以比較說手術的部分 並沒有那麼要求 說很多四義帝國的一些資深玩家 即使到了三四十歲 還可以在職業賽裡面打得風生水起 反正是那種年輕的選手 那個成績可能就不會到非常那麼亮 可能世界前十名還是有 但是要打到第一第二第三 就是有點難 反正是那種比較資深的玩家 在四義帝國裡面的世界 是比較吃香一點 所以這個遊戲算是 你的玩越久 觀念越久 你的技術成分就越大 比較不太吃手術的一個即使戰略遊戲 因為我們以往即使戰略遊戲 都會印象中是要手術快 才玩得行 但是四義帝國是恰好相反 是觀念至上 手術才是其次的 雖然手術還是滿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 比起星海爭霸來說 手術來說就沒那麼重要 好 那我們這邊雜談完畢了 兩邊都沒有開戰 都稍微看一下兩邊的狀況而已 那時候跟大家閒聊一下 之後應該閒聊的部分也會多一點 畢竟我發現我的影片 很少在閒聊 都在講比賽的東西 那也有關係是因為我在跳過 跳過的畫面的關係 所以能閒聊的時間也不多 好 那來看一下CC的裝甲 已經走到金礦區這裡 WP圖有沒有看到呢 WP圖這邊要稍微看一下 要撞TC囉 WP圖有沒有看到 收穿有看到 OK 那這邊看到 一個收穿 看起來這個裝甲 衝多吉少 因為這個離TC太近了 應該可以活個一隻裝甲 沒有問題 好 那裝甲活下來 但是血量射刃6D 兩隻村民直接握用 喔 兩個拳套直接點死 不錯 好 那這邊WP 就打了一個洞之後 那希西里也把自己的兵 派了出來要來反擊對手的招 那兩邊都是小找小鬧 兩邊都要瞬間 來上這個城堡四代 並並要來打個大空間 那我們這邊稍微快轉一下 快轉看起來也沒什麼好決戰的樣子 兩邊都是八個喔 看一下這邊的控兵 這邊控兵看起來 欸 戰毛丟一下 戰毛再丟一下 但是這邊射程喔 兩邊都是有的 但是WP圖有易防喔 但是有易防的話其實也還好 因為這邊工兵喔 只要用這個戰毛兵就可以全刺了 但是這個戰毛也是要控一下喔 沒有控的話也是為了損失相當快的 那有人會說這個戰毛跟工兵到底要先打哪個喔 我覺得是優先要打這個工兵喔 雖然有可能不先打毛兵可能會造成損失喔 但是能換掉對方的黃金兵種 才是比較划算的一個選擇 那個戰毛要後續要處理 有很多方式可以處理喔 但是這個工兵喔 只要讓他到城堡時代的數量一起來 就真的不好處理了 所以在這個封建時代 工兵跟戰毛一定要先打這個工兵 不要先打這個戰毛兵 除非像剛剛那種情況喔 逼不得已 只能打這個戰毛 就打戰毛吧 好你看這邊工兵直接被硬點 那這邊派戰毛去打 那這邊工兵追工兵 那目前看起來西西里還是要繼續打工兵喔 工兵還有在暗 好那這邊有個細節喔 點一下這個一級絕金 一級絕機打這個工兵策略喔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沒有一級絕金的話 你這個工兵就很難出之外 這個彈道血喔 或者二級絕都很難點 所以這個一級絕要記得點喔 不然你要花太多村民去補黃金 會導致你的經濟喔 會有崩塌的問題 哇靠這個西西里太兇了吧 還點這個靈鎧甲 看起來這邊西西里 除了打工兵以外喔 還會去打這個 騎士 欸不過工兵挺囉 所以這邊應該不會是打工兵喔 這邊工兵應該是挺然後出騎士喔 一上層打騎士 因為這邊戰毛的數量太多了 戰毛的話用這個騎士來解 所以還是相當輕鬆的 好大陸P圖這邊經濟來說 看起來非常的讚 但是自己的部隊喔 已經被西西里打爆了 好那這邊大陸P圖 確實只參加戰毛 但是西西里這邊還有小溫溫戰毛 這個量非常多 那大陸P圖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前期有提到 大陸P圖是一個沒有騎士的文明 所以這邊如果大陸P圖要解的話 我覺得直接硬上戰毛 四個選擇 但是西西里這邊已經要轉騎士的情況下 出騎士也會有問題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出戰毛 加上這個僧侶喔 去做一個反制 不然就直接出奴兵也是可以的 反正他的打法就是大概這幾些 城堡時代能counter對手的方法 比較少 跟其他我們比起來的話 並且打路P圖真的算是 很高端的人才玩得起來的一個文明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小宮都有在殺了 這邊好一隻小宮去把一些村民射掉 射掉這個 挖資源喔 欸果然這邊下了一個修道院 好那這邊F1R1 是選擇了一個標準式的開局 先下一個TC之後 然後馬上下修道院 那第三個TC馬上下了 那有人說 欸為什麼大陸P圖這邊 木頭這麼多喔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是生時代的時候 會加這個木頭的數量 所以這個能力喔 讓大陸P圖 確實讓他有一個經濟武陣喔 讓他經濟不會太落後於人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加木材好像沒什麼 但其實在高端世界裡喔 加200木材真是加蠻多的 像那個Isobia也是喔 生時代給你100金100肉 這件事情其實也是蠻 蠻不錯的 雖然這個肉跟黃金 不一定能直接變成經濟 但是可以換成軍事 跟點這個小宮 還有奴兵的升級 或是二級次喔 所以讓打我P圖 跟Isobia這兩個文明 在生時代的時候 還是比較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打法 好 那來看一下 看到了生旅之後 直接掉頭 希希出了蠻多的騎士喔 大概六隻七隻 這邊選擇要工程器製造所 沒有意外的話 這邊會出衝車喔 不是不是衝車 那個頭車喔 頭車直接硬打 來開始砸建築物 通常出衝車 都是想要再送 有的會說 出衝車不是比較好 但是其實衝車太容易被解掉了 你只要出一個BK 再出一個頭車 還是可以輕易解掉你的衝車的 那個頭車的用法就比較多了 因為你衝車不能打那個奴兵喔 但是頭車可以 那頭車可以拆 又可以砸弓兵 自然就比衝車的血像好 上很多 那這邊 戰矛 一樣再繼續騷擾 但兩邊都沒有生戰矛 都才是毛病的狀態 那這邊騎士雖然有點多 但是聖旅已經準備好了 三隻聖旅在家裡 聖旅這邊 要直接外出招翔嗎 看起來 打魯P2的防守 站住的還不錯 目前的話 應該是打魯P2優先 對沒錯 因為打魯P2 剛剛有200目的一個加成 所以導致他3TC運行的速度非常快 農田的部分 也在洪電時代早就已經開始農了 所以農田也沒有落後太多 然後也可以維持3TC的運轉 反而是聖旅這邊 為了要抱這個雙馬舊 騎士的關係 投資太多馬舊成本 這個木材 跟這個肉 所以導致他的TC 只能後開 所以他後開的狀況下 他一定要趕快用這個騎士 去打出一個破洞 才有機會對 所以打魯P2做成大量傷害 打魯P2看起來防守方面 用森綠還是守著美滋滋的感覺 防守還是做得不錯的 神聖思想也點下 神聖思想點下之後 森綠的血量就會激增 到四屬低血 增加四屬低的血量 這邊果然 希希是出頭死車 頭死車直接開砸進去的話 森綠就要小心 森綠也是很容易被頭死車砸爆的單位 除非有點這個救贖思想 可以著想建築物的話 才可以有效的去抵抗這個輕型頭死車 但這個科技要450斤 475斤的樣子 這個投資成本太貴了 所以不一定會點 好那這邊直接破門 而如果大量的兵直接進來 希希里非常強勢 騎士的數量快了 帶有十隻 已經十隻了 但是這邊有投石車 所以投車還是要小心一點 本來想要硬點就沒點到 這邊有起了一個箭塔 這個箭塔起來不錯 這個達魯皮圖的箭塔看起來很美 它有升級防衛箭塔 所以它不是預升龍尿望塔 而是防衛箭塔 這個我第一次看到達魯皮圖的箭塔 很有那種印度風味 所以有點算是英式的風格 因為那時候印度 後期有被英國殖民過 英屬印度 但不確定啦 不知道是哪個時代風格的箭子 聊天是有人知道的話 可以留言一下 那看起來這個修道圓是不薄了 那投車的數量有點多 看起來要在後面蓋一個BK會比較好 有BK的話 還是比較好守一點這個投車的 但是沒有投車的話 可能就要靠騎士 等騎士過去解的話也不好解 因為後面的騎士太大量了 只要騎士一過來的話 應該也很難解掉一台的 而且還會同時 同時會喪失自己的騎士數量 那WP的這邊是 你選擇要這樣打 那可能就是要蓋城堡 因為如果不蓋投車的話 蓋城堡也是第二種手法 那城堡的話 最後是蓋在這個農田的位置 可以守護LTC之外 還可以守護大量的農田 那金晶控區的話 在後方應該是 還有一點緩衝時間 可以去防守 但是看起來 石頭量還是有點缺喔 目前雖然很多車民去挖石頭 但是這個石頭量還是沒有挖到 左邊開TC也被騎士抓到 但是有鋒命的防守 哇 WP太偷了吧 直接打了5TC 但希西里這邊則是3TC 所以這邊經濟量看起來 希西里是落後蠻多的 落後33村 如果這邊騎士再不打到點聰明的話 那這邊希西里跟WP的差距會越來越大喔 哇 結果這邊看到騎了兩根劍塔 直接撤退了 沒有繼續進攻欸 我覺得這個有點可惜喔 73台投死車就可以足夠去把這個劍塔給拆掉了 看到你要拆劍塔的話 兩台投車就夠了 那如果你在前期想用開戰的話 三台投是更保險一點的 我覺得他已經有這個情況下 還回首有點怪怪的 欸這個城堡位置有點危險 因為這個劍塔 是可以吃到村民的 好但是看來是要用投車直接強拆了 好我們直接收村 進這個劍塔阿力 但是三台投車 你看這個載到速度很快喔 所以剛騎進去裡面載也是沒問題的 那城堡還可以蓋這個位置喔 比較兇喔 可以插到劍塔 跟這個TC還有農田 把木區兩塊木頭也被插掉 但是這邊插這個位置喔 可能是想要先鎖金喔 這個金礦位置想要先鎖掉 好那達羅皮圖這邊順利的把這個金礦區 也放棄掉了 那達羅皮圖可以順其自然的 採這個羅皮圖的眼睛 那後面城堡是蓋在後方喔 後方鎖住這一塊支援區 這邊有金礦號石頭 這個城堡的位置還算不錯 但是很可惜喔 這個中間是沒有一個高地的 算是小小的一個影韓 那城堡結果是蓋在這個位置 那個出扣墊還不錯 還算能接受的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不錯喔 而且鎖到中間還不錯說 但是這邊的話很容易會出現個斷層 這邊都是西西里的進攻地點 但是好消息是 阿羅皮圖已經順利上了帝王子彈 帝王子彈已經遙遙領先西西里了 那西西里這邊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 應該會先行撤退喔 我覺得他這邊血量其實有點低喔 應該要進一下這個城堡 補下騎士的血量 或是用這個生魚來補 哇這邊想要直接硬插城堡 直接吃大安堡 結果裡面已經有個城堡了 哇這邊大陸P圖 一點下這個帝王時代之後 投資相當肚子的村民去挖石頭 這個石頭一直有 那就可以一直蓋城堡 就可以進行防守 怎麼感覺西西里有點被 抓爆啊 哎呀這邊 只能武兵的一個行動被抓掉了 大量的工兵直接原地往生 好但是這邊西西里有想要強制進攻 這邊其實拉的村民很多耶 這邊拉了大概13村左右 13村過來的話 可以其實讓自己直擊很瘋耶 因為你要想13村的話 他家裡只剩70村在運轉 但是達魯P總是大概100多村 運轉狀況下這個差距會越來越大的 好 但是西西里也順利到了這個帝王時代 那 只有點這個輪走技術喔 兩個都是點輪走 沒有點這個守推車 守推車的董事很容易被遺忘 我自己打的時候也會了 有點跟沒點真的差蠻多的 但是 點的時機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你硬是要點 然後沒有軍事的情況下 去點這個守推車 恐龍就會爆台了 可是家裡沒經濟啊 沒有兵喔 沒有兵然後又要硬點守推車 就很容易會出大事 所以這個守推車什麼時候點也算是個學問 這邊騎士想要再繼續往前突進 這邊好像看到一個不錯的進攻點喔 這邊都只有農民而已 好 但是達魯P圖決定要打步兵喔 再來達魯P圖打這個邊劍兵喔 這個邊劍兵的一個效果 就是一個 駁跟地喔 馬上輕騎兵的效果一樣 都是可以蓄力攻擊 然後只要蓄力一滿 之後 地下攻擊的傷害又特別高 那達魯P圖 有這個三級防 跟三級防 所以步兵的科技限制度算是完美的 那打步兵我覺得也算是合一 如果打這個的話 西西里就會很難受 原西西里的弓兵路線是相當脆弱的 原來他的弓兵也沒有說到非常好 是有一個小小的瑕疵在的 好 那城堡沒意外就要掉了 忘記了 忘記要補充點 大家會說為什麼會有瑕疵 因為西西里雖然他有強弩 但是他的奴兵是沒有母子環 所以對我來說是個瑕疵 他有強奴跟三級色 但是沒有母子環 所以他打這個步兵來說 不會這麼的猛 但是如果他真的要打 奴兵的話還是得打 因為他並沒有火槍兵 對於抗步兵來說 他是非常難受的一件事情 雖然西西里也可以打這個劍勇 但是劍勇呼喚的話 並沒有太大優勢 基本上是五五開 所以對這個邊劍兵來說 劍勇可能是會輸的 因為會這個地下一直冰下去 瞬間換掉很多單位 而且後面後期 WP還有這個烏茲剛 對這個步兵來說也是一大打 所以這邊看起來 烏茲剛一點下去 這個邊劍兵就會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這邊 點一下大級兵 打一個最保守 先把自己的防守能力 衝到最滿 然後再慢慢蒙出這個邊劍兵 很細細的這邊也是不防不讓 哇還點一下這個 炸金特衛隊的精銳升級 哇這個很貴的 這個我記得要一千多肉 直接升這個 看起來是鐵的信要打這個 那以這個炸金特衛隊 跟邊界兵互打 我覺得是會出事的 好那看到正面進攻 這一波會開戰嗎 這邊直接拉走了 我們要開戰 好那這邊繼續拉起兵的血量 起兵的血量 他沒有拉滿了 很多都是殘血的狀況 好 先見兵直接邊一邊 就全部倒地了 好那巨頭有四台量蠻多 但是分兩邊 騎士其實可以直接途徑 把左邊的 遠頭給拆掉的 那這邊巨頭兩邊可能拆不到 這兩個台可能拆得到 那這邊 趕快達洛匹圖拉了這個疾兵去防守 好直接打到一隻神侶 哎呀這個神侶也是蠻衰的 好大量的騎士捷運上 疾兵直接防守 但疾兵還有點難受 好邊界兵也過去 直接硬卡後面還有 西西里 欸達洛匹圖的神侶在著想 邊界兵打得還不錯 第一波交戰 感覺達洛匹圖有點虧 但是還好 因為西西也是虧台頭車 跟一台巨頭 那達洛匹圖的神是兩台巨頭 那本身主力部隊沒什麼受傷 反倒是西西也 這邊的主力部隊 現在是薩金特衛隊跟騎士 那跟這個邊界兵褲打的話 可能會越打越傷 好西西里這邊 拿到了一個高低優勢 那邊界兵也不敢硬上 因為畢竟這個 低打高 這個傷害解敏太多了 這邊自己上精銳之後 可能再打會比較好 或三級攻 哇靠 那麼達魯皮圖還點這個化學 那點化學的話會很猛 這個毛兵 跟這個 這邊是不是有一波小招戰 這邊疾兵戳到幾隻重裝 那等一下化學之後 看有沒有看到這個 相公可以出場 還是這個要繼續出戰嗎 彈奴兵 好多有可能 結果這邊點下烏之鋼了 哇有好戲可以看啊 剛好這個薩金特衛隊 基本防禦是非常高的 你看 4 近遠防都是4 初始就有4的能力 防禦還沒有疊滿 疊滿之後這個遠近防有7 遠防有8 那這邊烏之鋼點上去 直接完全破防 哇這個薩金特衛隊 其實也是蠻多的欸 喔沒有關係 但是這邊 邊界兵的量很多 喔這邊一個大戰 邊界兵要直接開戰嗎 沒有 還等這個 烏之鋼 研發好之後 才想要打 三級攻其實也沒好 但是有這個烏之鋼之後 基本上他們直接加了5攻的概念 因為對方是有6防 那就是-6 直接加6攻的概念 烏之鋼一好之後 還自己開始提升2攻 2攻一好之後 希西里更沒有機會 但是他的時候 並不知道 希西里並不知道 他有烏之鋼 直接蒸發 這一波交代 希西里直接 把自己的大部分的部隊 原地倒地 完全沒有抵抗 邊界兵這個突進 哇靠 這一坨屍體 你們看這個 烏之鋼的能力 多噁心啊 薩金特衛隊 再大的眼裡 都是一個打不死的小槍 在這個邊界兵的眼裡 只是一坨豆腐啊 直接木切 木切豆腐 直接碎滿地啊 好這邊邊界兵又要再來點一波了嗎 但是有點危險喔 雖然並沒有那麼多 好那這邊補下的真兵技術 就還不錯 那這邊還有自動騎士在騷擾 但是這裡有雙城堡 應該是問題不到 這個騎士騷擾到的東西 能有限了 好邊界兵這邊再度交戰 但是打了一下之後 又往後拉 來到高地之後 想要再來決戰一次 但是邊界兵 無視傷害的效果太強了 直接編爆 薩金特衛隊 薩金特衛隊又是再度消失了 薩金特衛隊 很慘 看來還是要出這個強弩喔 雖然沒有母子環 沒有母子環的情況下 希希里真是很難受 畢竟也沒有這個火槍兵可以出啊 希希里這個工兵路線喔 是有點悲慘的 好 那來看一下這裡 能不能獨住呢 但是 WP組這邊有點送喔 直接吃到雙城堡跟那個 層樓的一個傷害喔 直接掃下了非常多的邊劍兵喔 邊劍兵是很怕劍死的 所以這邊希希里真的想要內轉的話 我覺得出這個強弩喔 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這一版強弩的升級喔 投資成本也是很高的 來到450樓 那黃金量也要350喔 怎樣子 應該這樣吧 我們有記憶很清楚 這邊突然看到就按下去 就不會去想又花多少資源 但我記得是漲圖力也是蠻大的 好那看一下這邊巨頭直接開閘 那這邊希希里要怎麼打呢 希希里要不要直接用騎士硬硬砍 哇 直接硬砍了 但這邊有個小高地 好大量的 重裝騎士 想要上高地先砍老頭 但是大量的邊劍兵 直接被 直接把重裝騎士打爆 希希里 心態崩裂 打出了 哇 這一場這個邊劍兵真的是史詩級的完美啊 但我覺得這個也是功虧於他前面喔 那個 經濟上我拉小 直接5TC暴龍 然後再用這個城堡 去防守自己的重要的一個資源源 那希希里的問題 比較算是沒有直接強攻喔 那麼三台投車沒有直接去硬砸那個TC跟劍塔 算是有點小小失誤 但有可能他是顧慮到如果硬砸劍塔的話 沒有帶村民的話可能是會失敗的 所以才沒有前行往前喔 好 那來看一下這邊 結果這邊達洛P圖沒有點下手推車 反正是CC有點手推車 但是經濟上還是達洛P圖比較好 畢竟村民上是有一定的領先的 那領先時間也是非常久 看起來 車技上面也沒什麼太大的部分可以講喔 該點都有點 達洛P圖很貪心喔 連三級色都點了 看起來這三級色也不是要出相攻 也不是要出戰謀 可是要提升這個城堡的傷害 還有這個劍塔 並沒有想要拿來打一個阻力喔 阻力還是靠這個邊劍兵喔 一網打進 好 但是這邊喔 其實CC有出這個鎖指甲 鎖指甲可以讓騎兵的防禦更高 但在這個 達洛P圖的五指缸面前喔 這個鎖指甲有穿跟沒穿一樣啊 直接變成穿個紙衣的概念啊 所以這沒辦法喔 達洛P圖這一波 這個五指缸真的是玩客CC裡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